我刚出道的时候 他就在 一边逗猫一边开直播 黄灯辉就爱小动物 家里头不止养狗养猫 一月中还买了只蜜袋舞 在脸书晒出多张人鼠合照 但最近想把宠物带上高铁 一起回老家却碰壁了 其实就在高铁的闸门口前 都有放上像这样子的 注意事项海报 上头就写了 如果你要带宠物可以 但是一定要完整包覆它 而且还不是什么都能带 想带宠物搭高铁不是不行 而是有限定 唯独猫狗鱼虾和乌龟兔子 等等六种动物 放在长55公分 宽45公分 高38公分的宠物箱里头 才能被放行 至于其他鼠类鸟类蛇类统NG 小小一只蜜袋鵡 无论身长还是体重体积 都比宠物兔来得小 但高铁规定兔子能上车 蜜袋鵡不行 就是因为它算是鼠类 一般民众接受度比较低 我觉得它如果装好的话 不要惊嚣到大家 应该是还OK 你要有病人或者是随便装 不要乱放出来 基本上都还可以 实际询问民众普遍都觉得 只要宠物被完整装起来 上车应该没问题 但高铁就怕影响其他旅客权益 既出规定严格控管 也提醒过年返乡民众 要带宠物搭大众运输工具 得先搞清楚相关规定 记得黄家外李审太保导